就是叫switch case 我等一下呢 請各位也是要按右鍵 新建一個類別 類別名稱的話呢 我名字名稱取叫做switch case2 因為我前面還有一個switch case的範例 那比如說呢我今天呢 簡單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我的需求就這樣子 請輸入m大寫的或小寫的m 大寫的f或小寫的f 也就是說 你只能有這四種 這四種就是說呢 你只能男生或女生 男生或女生會有大小寫的問題 所以呢你只能輸入m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m好了 大寫的m 按下確定之後 它會幫我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裡面的話 各位要思考一下 那後面如果你不看sows的情況底下 你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本身是 這兩個是一組 這兩個是一組 所以這兩個進來之後 你要去判斷呢 我這邊按下確定 如果是輸入m的話 按下確定 那我要輸出什麼 輸出這邊 您是男性 這邊輸出到console的話 如果你輸入的是m的話 那如果我今天輸入一個小寫F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一個小寫F 按確定 它就會您是女性 簡單的判斷 那判斷的方式該怎麼做 首先呢 我們來看 大概看一下我們的程式部分 其實最主要的關鍵就是說 我從外部取得訊息的方式 比如說我昨天上次上課有講到 我們可以用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是隸屬在JavaX套件裡面的Swing套件裡面有一個這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呢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就是Show Input Dialog 我Input進來之後我可以使用它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會秀出一個什麼呢 一個簡單的這個Input Dialog 那後面我只要給它什麼呢 給它這個一個一個一個字串 然後將來會秀出來 那如果你不太了解這裡面 它的相關的參數我講過了 你優標放在每個方法上面 它也會有一個說明出來 其實你們要慢慢的學會的部分 並不是你去記得這個方法 而是說當你要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你要能夠知道怎麼去用它 因為方法太多了 你不可能去實際 所以你要學習怎麼使用方法 怎麼去使用這個方法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方式通常我們會用最簡單 就是它一定會跳出一個說明 使用說明大概看一下 除非說那個方法已經用到爛掉了 否則你如果說不常用的方法 通常我會看這個說明 那這個說明裡面就很清楚了 這個它是一個show 那後面要傳什麼樣的參數 它裡面都有一些說明 甚至底下也有一些 相關的其他對應到的 一些其他的 比如說還可以看哪一些 這相關的 我想這個慢慢要熟悉 那我們透過show input dialog之後的話 它會輸入一個一個詞之後 然後我們取的這個詞丟給這個s 那我講過這個s 它丟回來了一定是個stream 所以我們在接的時候 一定要宣告成一個stream 那接到它之後的話 再來做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部分的話 我講過就是說 我們這邊呢 會有幾種可能性 就是說 M